在NBA历史长河中,说起谁的封盖最厉害,你的脑海可以涌现出很多球员,比如穆大叔、奥米尔、加内特、霍华的、怀特赛地等等球员。 但是要说NBA球员中谁最难封盖的话,估计需要思考一番,想来想去老詹老科,在自己的职业生涯,中都没少被封盖,于是今天,为大家挑选了四位NBA最难封盖的球员,詹姆斯科比俊为上榜,其中一个球员最厉害,二十多年的职业生涯,仅仅被封盖了五次。 第四名,诺维斯基德国战车诺维斯基的经济独立,是NBA赛场的一个亮丽的风景,也是经济独立的主事业,诺维斯基也是靠自己的这门绝活。 在NBA一里二十年不到,神高臂战又高又长,想要封盖它可谓是难上加难,经过一项科学的研究表明,想要封盖诺维斯基,需要满足两个以上条件。 一是要有姚明的身高,二是有螺丝的弹跳,只有这样才可以封盖诺维斯基。 第三名,库里在当今的NBA时代中库里已经把三分王的头衔归为己有,之前说到三分球,你会想到雷吉米呢。 雷二伦,现在说到三分你只会想到库里,库里的三分不仅出手,多而且是又准又快,所以封盖起来是难上加难。 看一个数据你就知道想要封盖库里有多难了,库里有一个记录就是三分出手,731次被被封盖过,何岛的威武暴气。 第二名,乔丹是NBA来自世界最优秀的篮球运动员? 没有,之一,乔丹有一百种方法让防守球员崩溃,无论你怎么防守只会成为坎坷。 乔丹会用进球摧毁你的意志,但乔丹最最最拿手的独门绝技就是后仰跳投,你也许会后仰跳投,但是像乔丹一样的后仰志空跳投你不行,当你下落的时候乔丹还在空中志空没有出手,拿什么去封盖他呢? 第一名,天高贾巴尔和路维斯基一样,是一招先吃变天,贾巴尔是NBA历史上的得分王,贾巴尔的独门绝技是天高,他身高必长,在用身体贴着你的时候用勾手完成得分,你好无封盖的机会。 所以贾巴尔在21年的职业声谣里,仅仅被封盖了5次,最难封盖之人非他莫属,当然你还会想到杜兰特沙神,龙妹哥戴雷茨以及考心思等一些球员,以上这些是经过数据对比出来的,不是什么狭扯来的。 是什么狭扯来的?